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,现在要介绍的是Single Stroke 4 它是由四个音连在一起的 你可以从右手开始打 或者是反过来从左手开始打 一般来说我们的记忆的方式会是这样 你把它想成是一组三连音 然后再加一个单一的音符 有的人会把它解释成 三个十六分音符三连音 再一个八分音符连在一起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有两个八分音符 第一个八分音符的时间量被切割成三个等分 这样说了这么多好像有点复杂 我们先从动作开始打起 等一下来试试看把它安放在 各种不同的拍子的概念里面 先来打右手开始的Single Stroke 4 它的顺序是 右左右左 感觉很简单 就像是初学的时候练习的四连音那样的打法 反过来如果从左手开始 它就是左右左右 两种手法你都要打到一样的时候练 那现在我们试试看把它安放在一些拍子的概念里面 我会这样想把前面的这三个音 想成是前半拍后面的音符是后半拍 也就是如果你把它想成1&2&3&4&就是1&在1&这个时间前半拍的时间要打三个音 在1&的那个瞬间就是后面的那个八分音符 再一次喔 1& 或者是从左手开始 1& 注意 所以这四个音符的时间它的听觉上面听起来是连贯的 它不会是有中段的或者是忽快忽慢的感觉 我现在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1& 1& 1& 或者是 1& 1& 这些都不是很理想 再来 当你习惯了 安放在这些拍子以后 我们试着要去把这些拍子 控制的比较稳定 我还是建议你在这个时候不急的对接拍器 你先念出拍子 我们刚刚只有打一拍 那你可以设定四拍的循环 然后再任意的其中一拍 来演奏刚刚的single stroke 4 比方说我来设定我要演奏在第二拍 好 来咯我先算四拍的预备拍 1& 2& 3& 4& 1& 2& 3& 4& 1& 2& 3& 4& 类似这样子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第二拍的这个位置 然后移到改到第三拍改到第四拍 可以去做各种不同的变动 再来我们来说明 刚刚由于是自己念出来的速度搭配演奏 有可能会发现一个状况 你会发现你自己念的拍子 跟手在敲击的拍子 有一点点对不到 那时间没有办法对得很准 有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 改变你的念的拍子的速度 来对应你的手的演奏速度 我举一个例子 可能会是这样子 我等一下示范的是 我手的演奏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念到手要敲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念的拍子变慢 只是做一个错误示范 请各位注意 有没有发生类似的状况 1 & 2 & 3 & 4 & 1 & 2 & 3 & 4 & 1 & 2 & 3 & 4 & 像那样子的感觉就是不理想的练习 虽然人不是机器 你念出来的拍速 有可能会比节拍器的精准度来的差一些 尽可能的你要去练习 让你的念出来的拍子保持平稳 顺畅 然后你的敲击可以跟你的念出来的拍子可以相符 所以有点像是你要让你的手 去符合你念出来的速度 而不是让你念出来的速度 去符合你敲击的这个动作的速度 请记得这个概念会非常的重要 当你慢慢的可以做到了上述的练习 并且做得蛮稳的以后 这时候就建议可以搭配节拍器来练习 现在我节拍器设定的速度是60 那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的速度 你可以找一个你打起来觉得 先是比较轻松自在的速度 然后慢慢的往快以及往慢的方向去练习 第一拍 1 2 3 4 1 2 3 4 然后把后半拍的这个位置也唱出来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在这个速度的机制之下 在这个速度的机制之下 去试着想像你要打出什么样子的点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想清楚之后想得准一点 想得准一点稳一点之后再开始打 我们来试试看打在第一拍 1 and 3 and 4 and 2 and 3 and 4 and dada da da 2 and 3 and 4 and dada da da 2 and 3 and 4 and 这个练习可以做一些延伸 例如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的 把刚刚第一拍做的事情 移到第二拍第三拍跟第四拍 一个小节里面打一组 慢慢你可以练习一个小节打两组 或者是一个小节打三组 再来就是一个小节的四拍全部都演奏 它会有16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包含空的一个小节什么都不打 这个练习是你可以去做做看的 最后我再介绍一个再延伸一点的练习 就是我把这个 这个single stroke 4 从后半拍开始打 例如我从第二拍的后半拍开始打 它念起来以及它敲击的 这个配合起来的感觉会是这样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再慢一点 1 and 2 and 3 and 4 反过来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这样的练习可以去试试看 我们用节拍器来对着弯弯看 1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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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3 and 4 and 再來有一個要補充的就是 關於Single stroke 4 在有一些教材上面你會注意到 第四個音會標示重音 有些教材不會標示重音 以我的演奏習慣來說 相對於前面三個音 第四個音符的時間值是比較長的 我通常習慣把這個音下得重一點 所以可能是這樣 或者是反過來 但是這個重音你要下到多重 就不一定 其實要你要去練習 各種不同重音的程度都要可以掌握 然後再看音樂的狀況 音樂的需求以及那個重音 你是否敲在鼓組上面移位到不同的位置 你要打在小鼓上面跟打在落地鼓上面 打在高音的Tom Tom 可能你要用到的力量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你在斟酌使用 或者是練習的時候完全不帶輕重音 以平均的力道來演奏 這樣的練習也是可以去嘗試看看的 今天先說到這邊